夏日儿童隐患虚痴 现在已经处于炎热的夏天了 我们在夏日度过天当中 怎样做好儿童的防护呢 其实很多的危险因素 你觉得很遥远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首当其冲的是溺水 很多家长觉得溺水好像离我很遥远 但我们统计下来 国内的青少年这种意外受伤致死的罪魁祸首 头号杀手可能就是溺水 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靠近我静就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危险可能就是不是用秒 可能用毫秒来计算的 有时候就是在西边 有的时候就是在浅滩 那玩的时候也尽量要在安全距离之内 也要在你的看护之下 这样才能保最大程度的保证 在享受凉爽夏日的一个吸水过程当中 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 第二位呢是一个景观的喷泉 很多城市都会有夏日 炎炎夏日很美很凉爽 但呢景观喷泉就希望让儿童只是远远的观看 不要近距离的去吸吸 因为有的时候景观喷泉通电 那是否又存在漏电的风险呢 还有一种景观喷泉有的时候瞬间喷发 它的压力会很大 对于喷到孩子身上一些某些胶肉的部位 是不是就增加了孩子的损伤 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夏日的时候呢不要将孩子一个人留在车内 因为太阳直射下车内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度到60度 在这种密闭的环境当中 孩子可能快速的会脱水 会造成了一些中暑啊 昏厥的现象 所以一定要尽量的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下雨天雷雨天气啊 要远离 要电线杆 有的时候电线杆不是很牢固 会漏电 会电线脱落 会造成出电的风险 其实这些都是会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 大家一定要牢记啊